我們不會再忍讓 辱莽不再忍讓 為了連斷兩邦交國 總統蔡英文賭氣 撂下狠話 希望的美日兩國 又未與大陸利益 不願介入對抗 這不處何漢階的險旗 若露孤方智商 賭氣或許能逞 一時之快 卻阻止不了 臺灣競爭力摔到谷底 與大陸對抗付出的代價 先是外交落敗 接著瑞士 洛桑管理學院 公布的國家競爭力 也落後大陸四個名次 跌到前所未低的第十七名 當蔡政府訴諸激情 徬徨於毒與不毒之間 卻忘了臺灣特有的 中華文化 蘊廠的珍貴價值 人是臺灣最美的風景 這句經典名言不只凸顯了 臺人善良淳朴的風情 更象徵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等大陸 在文革期間 已喪失的中華文化 至今人升職在臺灣社會 成了對岸歌派 主張有臺的深層理由 也讓即使兩岸冰封 陸客自由行人若意不絕 但並非代表臺灣沒有缺點 那我們來得很清楚地告訴他 一個社會的人民的生活 有了信用以後 有了愛以後 那人懂得去寬恕別人 這些儒家的文化 他們感覺就很震撼 他們也就深刻體會到 也來在臺灣裡面的 這些中華文化 創造出來這麼一樣 善良的東西以後 他們就馬上跟著去寫了 那你現在我們說呢 好吧 那你把你的意思 再去中國化 學者表示當文化部電車風池的去衷 足以看見臺人從人情思慾到政治對立 這些禮謀濫情 卻掩蓋過諸多美德 隨著執政兩週年 民進黨勢必放下意識形態苛救 才能打造臺灣成為中華文化 最閃亮鑽石